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《众石沉传》 迷兰王对纳仙比丘说 谋法里讲,一生自恶的人 如果他临终时能一心念伯,则必生净土 这话让人难以相信 接着又讲,人若杀生一次,一跺地狱 这话我也不能相信 纳仙比丘问道 请问道王,把一块小石头放在水上 它是不在水面,它是沉到水底 迷兰王说,当然是沉到水底了 纳仙比丘又问,假如把大石头放在船上会怎么样呢 国王说,不会沉没 纳仙比丘说,那么大王,我告诉你 大石头放在船上 因为船的力量,因而不会沉没 人虽有大恶极的一心念佛 承托阿弥陀佛的愿力 大船自然不会堕落 而小石头放在水中,若是没有存在 自然承托,这就比不信佛的恶人死后便堕入地狱 这还有什么难信的呢? 国王听了这番话 欢天喜悦地说,善哉善哉 我反正不可思议 今天故事再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